6月13日,新党青年军在位于台北的新党中央党部召开记者会,直指香港修订逃犯条例是落实法制,但遭到了恶意扭曲。 修例是因应有港人在台杀人后逃回香港,两地却无从审判的漏洞,台湾没有理由反对。 当天记者会以停香港法制反民粹暴力为题,新党发言人王炳忠表示,近期在香港发生的暴力示威就是台湾太阳花的翻版。 在2014年,媒体到路上去问许多年轻人,说你们到底清不清楚,符帽的版本是什么,到底太阳花在反什么。 结果许多年轻人说,我也搞不清楚,符帽的版本我其实也没有看过。 我们在看这一次同样如此,媒体去问上街的年轻人,说你清楚到底所谓的送中条例, 所谓的逃犯条例是什么内容,许多年轻人也说,我也不清楚。 那不清楚,到底出来反对的是什么呢? 我给大家看,出来反对的一个很大的理由,就是因为相关的文宣当中,在制造一种恐惧, 而这种恐惧是透过谣言在煽动这样的恐惧。 新党文宣委员会副主任林明正表示, 这一次所谓的逃犯条例,它目的是因为发生在台湾的凶杀案, 港府为了要补助这个逃犯的漏洞,所以要来修法。 王炳中在答复信长记者提问时明确表示,新党支持一国两制,毫不回避。 王炳中在答案中,在答案中,在答案中,